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用ketchup 番茄汁做一道茄汁虾 不管你用大虾小虾海虾和虾 主要的是虾要挑的新鲜 我们要学会用看的 因为虾嘛一般心它都放在柜子里面 你摸不到 如果你可以摸到的话 你就去摸摸它 看它的壳是不是滑滑的 肉身硬硬的 这个就是新鲜的 那你摸不到的话 那你就要学会用看的 我们先来看虾头 这个虾头里面的黄不能是黑色的 如果是黑色的就不新鲜了 另外就是这个头和身体之间不能脱节 不能垂头垂脑的 这两点你看准了 这个虾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先处理一下 眼睛前面这一刀剪掉 这里的一排角也给它剪掉 挑虾馅 然后清水冲洗备用 如果虾馅断了 找第二个地方再挑一下 切一些姜丝 如果家里有人不喜欢吃姜的话 那就切几片姜片 这样它就不容易吃到嘴里了 开火 下油 油热姜先下 爆出姜味 虾穿进去 一分钟这样虾壳会变红了 我们下一点料酒 盖上锅盖 几秒钟就好 切开锅盖 马上加盐 接下来就是ketchup 兜个两三圈 翻匀 翻匀 就准备关火了 炒虾的时候 要全程大火 快炒 你越是担心它会炒老 用小火的话 就会越炒越老 还有那个番茄酱 有些人主张说 在油里先煸炒一下 那装来装去 还要洗锅 我显麻烦 所以我就直接这样下了 更主要的是 我不觉得口感上有什么差别 那如果你讲究的话 就可以在油里 先跑一下再用 这样呢 会比较有光泽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